玩是一种态度 大圣陪你聊玩具 欢迎回到玩模会分享时间 大家好 今天与大家一同来分享的是 来自TF梦工厂出品的 全球限量1000的战神解法 也就是精涂版本的新天火 那么废话不多说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款玩具的素质如何 那首先从这款玩具的 一个包装盒看起 这款玩具的包装盒拿到手 确实是非常的惊艳 整体的一个峰会效果 果然是如我的好大哥 BOSS哥说的 那么首先要介绍一下 这款包装盒 这款包装盒就是 我的好大哥BOSS哥 亲自设计的 没错就是那个改造大神BOSS BOSS哥亲自设计的一款包装盒 整体的颜色呢 采用了蓝和青褐色的 一个主体色调 采用了这种非常古朴的感觉 能让这个包装盒看起来 非常高大上 盒子的封面呢 采用了一个天火的绘画形象啊 这种感觉呢 其实这个化工是非常扎实的啊 这种做旧的细节处理啊 都是非常好的 并且文字上也有这种 类似于做旧的感觉啊 我们把镜头调整一下 我们来看这个Jeff啊 有这种扫银的一个感觉 并且烫银的字体上 写着战神解法啊 是非常有范儿的一个感觉 那么盒子呢 侧面呢 是有一串英文的字啊 这种英文字 那具体是什么内容呢 我个人的英文不是特别好啊 喜欢的朋友啊 可以翻译给视频下面的 这些好朋友来看一下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就不在此多介绍了 盒子的这些峰会呢 是采用了暗影式细节的 这种感觉是非常有透视感的 那盒子的背面呢 就是圣衣形态的一个介绍 那么介绍一下就是 锈折 赤鹏 勾气啊 大体是这个样子 那盒子下面呢 这个地方呢 真的是我需要介绍一下了啊 可谓是圈里的大神 汇集到一起的一个感觉 首先呢 梦工厂家自己的标志 巴比哥 就是这个手工做可变恐龙的 那个大神 土匪哥和老八哥呢 之前就已经介绍过 他们的作品了 所以呢 不用多说这个是真的是不用质疑的真家伙啊 那么最后最后呢 要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这个签名了 这呢 要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这款真的是非常感谢一下 Boss哥啊 给我特意游了一个这样的盒子 这四名大师呢 亲自的签名放在这个位置上 真的是让大神觉得非常非常荣幸啊 所以再次感谢一下Boss哥 值得一提的还有一张就是 随着盒子带来的这款所谓的说明书 实际上是一款类似于A4纸 比A4纸要大很多的一个海报 这个海报上面 画着这个天火在这个西洋下 持着利斧 手拿着搅拌大师的头 并且呢 上面呢 是有一串文字的 这个文字呢 我之前有看过 这个呢 是采用了真人电影第二部前传的 《堕落者传奇》中 这个故事情节 把它给他描绘下来了 这一点呢 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啊 所有的名字啊 什么杰法 Cybertron 还有这个弗林 都是呢 音译过来的这个变形金刚的名字 背面呢 就是这个圣医的说明书 那么除了这串文字之外呢 我们下面要介绍一下啊 这下面也是附赠了这个原创作者 图YJ 文是Boss哥的 所以呢 这款纸质品呢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喜欢 那么好了 废话不多说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款玩具的载具形态吧 OK 我们直接看看这款玩具的载具形态 那这款玩具的一个载具形态呢 还是一如既往的黑鸟战斗机 而是在这个原版的技术上呢 进行了一些细微的调控和改善 首先呢 我们来看整体玩具的一个机体 它的一个严丝合缝状态呢 我认为还是比较不错的 但是呢 一会儿呢 去和原版呢 有一个对比 可以去做一个展示 那这个声光的按钮 在这个尾部 这一个凸点的一个位置 我们按动它 它就会有这个起飞的一个声音啊 那整体的一个颜色呢 也是通过不同的角度 这种金属的光泽感 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 我们直接把这款玩具的一个原版请出来 和大家做一个展示 那由于这个镜头里 这两款玩具实在是太大 所以呢 没有办法完全进行一个展示啊 所以跟大家简单的来看一下 这两款玩具的一个区别 那最大的一个区别呢 就是从颜色的发色方面 这款原版的是一个黑色的 而这款呢 是金属色 整体的这个摸起来的感觉呢 原版是这种光滑的面 而这个金属色的啊 是这种磨砂的质感啊 非常舒服 从颜色方面呢 也是有了一定的改善 我们把这两款飞机稍微竖起来 跟大家做一个展示 这个合缝方面呢 我认为原版呢 要优于这个新版天火 毕竟呢 新版天火有了一些拆件的部分 所以呢 在一些角度来说 它合缝的一个精准程度呢 能稍微逊色一些 但并不是说缝隙差别的非常大啊 这一点各位朋友可以放心 然后呢 就是这个颜色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飞机机翼上面的 这个红色条纹 这个原版是采用了鲜红色 而这个版本呢 采用的是一个暗红色的一个感觉 而整体的暗红色呢 加上这个金属色 更加的符合时机中的一个状态 再者 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呢 就是它的尾翼部分 原版是一个派系标志 加上一个臭幼标志 而这个呢 把这个整体的一个构图结构也改了啊 改成了真正的飞鸟战斗机上的一个标志 加上臭幼的标志 唯一我觉得哈 比较可惜的一个点呢 就是侧翼的部分 我们来看这个侧翼 新版的金属色呢 是光秃秃的 什么没有啊 而原版呢 是有一个派系标志的啊 这个标志呢 真的是很乍眼 如果以后呢 有卖这种天火的贴纸的话 我相信我会买一个去贴到这个位置 来圆一下我这个小小的梦想 那整体的飞机状态呢 就是这个样子啊 整体的效果呢 也是非常不错的 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款玩具的一个底盘吧 简直的是 提到这个底盘呢 对比性也真的是非常明显了 相信我不用多说 大家也应该明白 那么好了 话不多说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款玩具的其他形式吧 好 话不多说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款玩具的一个对比情况 那么在之前呢 已经分享过TF梦工厂出品的新天火 那么感兴趣变形和一些可动方面的朋友呢 可以看一看我以往的变形视频 那么今天呢 只是对这款天火与原版天火的一些不同 以及所谓的圣衣形态进行一些简单的解说 首先呢 从颜色方面呢 我就觉得这一次的新天火真的是要好很多 那这一次呢 在和会上已经介绍了 是由土匪哥和八哥啊 这两名大神呢 进行颜色的补强 那么这两款玩具呢 在镜头前呢 我相信已经不用我多说 已经有了一个高下力判的对比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款玩具的一些细节方面 首先呢 在头雕方面 这一次头雕呢 也是采用了一个软胶情况 但是呢 在原版上的这种软胶的质感呢 在金属色的一个涂装下呢 显得更加的真实 非常的有生动感 头雕呢 也是有这个声光效果的 暗动胸口的一个联动呢 就可以触动这个声光效果 整体的身上的骨架呢 采取了一种自喜的感觉 一些胸口的阴影部分呢 比方说胸口啊 一些割肘的一些地方 腿部都采用了一些暗影的处理 压伸了它的一个颜色 提高了亮度 使这款玩具的整体效果又变得更加的有质感 胸口的金色呢 也不是纯金色 而是进行了一些像类似于烫金色的感觉 并且呢 边缘进行了烟熏装的处理 使这款玩具的质感呢 很有一个质感 整体的一个感觉呢 方式啊 都是特别好的 包括里面的细节呢 丝毫不满糊 我们转动腿部 里面的金色涂装呢 涂得也是非常匀衬 并没有一些意气 我观察到了 包括这个手部的地方 它做出了一些类似于做旧的感觉 整体的漆面呢 也是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质感 所以说拿到手的这个玩具呢 真的是非常的值得推荐 还有一个脚部的地方 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大盛的收藏里 多数有一些赛星文的玩具刻画 而这款玩具的点睛之笔呢 我就觉得是在脚部的这个金色的赛星文刻画 包括暗影的处理和自己的一个过度渐变 使这款玩具看起来真实又不唐突 在各种角度上看起来效果如此的逼真 也就是在这个背板的地方 我们把背板掀开 可以看到 大圣手上这一款呢 是0047 也就是每一款玩具 它的编号是不一样的 不知道你拿到手的这款玩具 它的编号是怎么样的 那么我们再来把这两款玩具 摆到镜头前 让大家去看一下 不论是从细节还是涂装方面 这款玩具的涂装真的是非常精美 而且呢 我觉得这个玩具 你单独去找一个人进行一个涂装的话 我觉得这个价位也是本体玩具拿不下来的 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废话不多说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款玩具的圣衣形态吧 那么OK 话不多说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款玩具的一个圣衣模式吧 那这款玩具呢 在和原版的技术上呢 它是一样的 首先呢我们需要把一些多余的配件呢 给它进行一些插拔 那这些地方呢 就是凸点和凹点的一些变形 我们只需要把这些地方进行一个插拔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地方呢是十分的紧实的 你拔的时候呢 你从底部的地方把它往上抬 就把这个地方拔下来了 拔下来之后呢 整个天火整体的一个感觉就已经清爽了不少 那么配件的地方呢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吧 这个地方呢 首先它是附带了一个战刃斧的一个感觉 和原版呢是一样 那这个拐杖呢 是和这个战刃斧进行了一个结合 结合的方式呢 就是这个凸和凹 结开之后呢 把这个地方凸凹进行一个密合就可以 座椅待命 放在这 然后呢 一把和原版一样的加特林武器啊 放在这个手部 另一把呢 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和柱子合体的冠军腰带 至于这一次呢 它附带了两个锚钉是进行一个安插的 它并没有附带在这个天火上 那么话就不多说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款所谓的圣衣吧 那这款圣衣呢 总共的这个件呢 也是非常的丰富啊 把天火拿到一边 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十一个 总共是十一个件 那么我们一起来安插一下这款圣衣模式吧 好 那么我们来进行一个圣衣的安装 首先呢 我们先从背部开始 那么背部的这个地方呢 是和原本的地方有一个结合 那么我们把这个配件包呢 我们拿出来 首先呢 这个配件包的一个分色处理的非常恰当啊 在整体的一个感觉上 整体是非常有这个数码宝贝中 这个祖盾兽的一个感觉 一个大龟壳 但是里面偷胶真的是非常的严重啊 安装方式是把这个两个凸和这两个凹进行一个密合 那我们把它进行一个密合就可以 整体的一个感觉还是不错的 然后呢 我们需要是安置这两个翅膀 这两个翅膀呢 是有正反面的 在这个正面的地方呢 它是有颜色的 那反面呢 它就是单一的 那我们需要把这个翅膀是朝 外啊 是朝外的一个方式 安插的一个地方 就是左右的这两个点 把它安插上去就可以 那么翅膀方面呢 就已经安插上去了 我们做一个角度上的调整 那么整个的背部啊 就已经完成 我们接着再去做这个腿部的安插 腿部呢 是有左右两面的啊 把这个导弹是朝下面的 然后呢 这个边缘它是有一些干扫的银色处理 整个的这些边缘呢 是有这个渐变色啊 包括这个印上的和机身一样的 这个暗红色的条纹 安插方式呢 是在这个腿部的里面 是有两个凹点啊 这个地方是有两个凸点 把凸和凹进行一个密合就可以 另一面腿呢 也是一样啊 凸和凹进行一个密合 好 很好找到一个点啊 那腿部呢 就已经安插完了 那么紧接着呢 我们来分享的是这个手臂部分的这几个件啊 首先呢 是进行分享的是上臂甲 上臂甲有一点类似于这个唯一的感觉 那么也是渐变色的一个涂装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尖要朝上 那手臂的部分呢 实际上刚才我已经给它旋转过来了 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手臂原先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 我们把它旋转过来 这个地方呢 是有一个类似于结合C型扣 把这个手呢 向前抬 把这个手掌转过来 那么按插的方式就是把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进行一个密合就可以了 好 我们再来看看这款玩具的一个小臂甲 小臂甲的两个造型呢 是一个比较细窄的一个比较宽的 那么把宽头的这个地方呢 按在手臂的外侧 然后呢 把这个地方也是放进去 按插上去就可以啊 那一只手臂的一个外甲就好了 另一只手呢 我们也是把它旋转过来 并且按插上去 把这个地方给它按到这个位置上 把这个粗的这个地方按到这个外甲上 OK 外甲 把这个里面吸的地方按到这个甲 那么这款天火的一个圣衣形态啊 就已经按插完成了 然后呢 再把它的这个武器 就这把已经有这个金属色着装过的这个斧子 给它按插上去啊 到这个样子啊 好 那么摆一个摆一个镜头吧 这个斧子我个人拿到的是觉得 还是稍微有那么一丢丢松啊 那整体的一个样子啊 就是这个样子 那整体来做一个对比啊 那首先呢 它是把原来的这些喷射口的这个地方 替换成了这种尾翼的部分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啊 这个感觉就是已经非常不错了 然后呢 背部呢也做了一下补墙的一个感觉 整体的背部更加的简洁明了 而且呢 看起来非常的有好看的一个点 腿部呢 也是做了这个金属的外甲的刻画 这个外甲看起来也是非常不错的 手臂部分呢 那不用说了 真的是没有对比啊 没有伤害 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简直差别是非常大的 然后最后呢 就是这个武器部分 这个有武器的天火和没武器的天火 真的是区别蛮大的 然后呢 我们把这些武器呢 该安插的安插 使这款天火呢 更加的完善 至于原先安插的这个地方呢 变成了底部 把这个加特林放到这个底部啊 然后呢 把原先这个天火老爷子的一些配件呢 这个拐杖和这个加特林 也给他安插上去啊 做一个简单的看一下吧 真的是感觉老爷子清爽的很多啊 也是还原了真实电影中的一个感觉 但我个人是 现在是觉得说 这款新天火的一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首先呢 它是一个全球限量1000个 紧接着是 它把一些配件包拆去的 也增加了一些这个新的配件 还有这个精美的涂装 怎么看都是要吊打啊 这个原版的天火了 但是怎么说呢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那其他的就是看自己的喜欢了 那今天的人形对比呢 就简单是这个样子 精美的 就是这个样子 能够的计划 在本身上 那是这个样子 就在给你 我自己看似的 它也不够是 那是这个样子 也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样子 然后是这个样子 它哪一样子 真的是